话说超级英雄电影大家多少都看过一些 但是大家见识过屁股侠吗 别说是在座的各位 就是吐豪我这种见识过快递侠葫芦侠的老司机都大受震撼 一般超级英雄像蜘蛛侠是蜘蛛咬了变身的 那屁股侠是怎么回事呢 吐豪今天就带大家长长见识 看看这部颜值杂货铺 话说阿超是一名警队废柴 却一心想成为大英雄 但是领导是坚决不让他出任务 理由是根据警队资料显示 87%的伤亡都是来自于暴头 而阿超他头太大 我看这也不是头大 只是发型比较大 我在仔细一看 你这警队内部资料我也看过 这不是电影死尸的画面吗 于是大家都去出任务了 只留阿超一人在警局疏通马桶 结果干啥啥不清的阿超还一头栽马桶里了 怎么爹还供款吃喝呀 阿超的儿子被老师叫家长 阿超顶着个马桶就来了 老师那是一脸嫌弃 能理解 毕竟你一脸屎 人家一脸嫌弃也合情合理 不过我就纳闷 你顶个马桶都能找到学校 不能找个人 给你把马桶拆下来吗 阿超质问儿子为什么要和同学打架 儿子说是因为同学说你是垃圾 阿超觉得这同学虽然不礼貌 但是很诚实 正当阿超沮丧之时他看到了一个小广告 改变颜值改变命运 于是他来到了这家店 这是个什么店呢 这是一家蒸气魔法店 我知道你不懂 导演也知道我们不懂 于是给我们科普了一下 18世纪的英国蒸气机的出现 开启了第一次不灭格 同时也打开了另一个魔法平行的世界 所以任何一个蒸气机都是魔法机器 好家伙 还瓦特秒变哈利波特 斯内普都觉得太离谱 而这家店是可以用魔法改变人的颜值 从而改变命运 但是数次尝试都失败了 这时一个长着哈士奇同款眼睛的魔法长官表示 你们这简直是在侮辱魔法 你们能干的隔壁整形医院都能干 要你何用 你狗眼看人爹是吧 魔法长官说 再不好好利用魔法 店我就给你拆迁了 刚好这时阿超找到了店主来逆天改命 两个废物相遇 也许能达到夫妇得正的效果 阿超诉说 他希望变成父亲那样的警队英雄 店主表示要阿超忘掉父亲 直接就把他父亲的遗诏给烧了 那是我父亲生前唯业的照片 你少不专业 店主果然专业 一眼就看出了阿超的问题所在 就是头太大 而他的解决方案也非常牛 我要把你的头跟臀部进行一个对调 这样就让敌人很难击中 你不但可以臀部面向敌人 也可以把头藏在下面 这话说的不是毫无道理 那多少还有点道理 这种改造阿超居然同意了 你们这是在烫头呢 改造计划成功了 阿超真的头和屁股对调了 你后脑勺的位置是不是少点什么 大功告成的阿超问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 万一我想上厕所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 与此同时阿超的同事正在和汉匪火闭 去看一下 里面有几个人 我去枪 队长他们五根五把枪 看都看到了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阿超气定神闲的善良登场 劫匪哪见过这个 虽然蒙圈 但是还是一梭子扫上去 结果爆头变爆局 虽然不至于致命 但是痛定思痛的阿超仍然继续前进 众所周知在烂片中 强势一种近战武器 阿超几下搞定了小喽啰 我有一事不明 你是用什么样看到敌人的 干掉小弟 面对对方的带头大哥 阿超也毫不留情 直接拿下 阿超的这波操作不仅救下了同事 还成为了远近闻民的超级英雄 我就纳闷了 你这头臀互换 这有什么用 打别的地方打不死你吗 原本阿超以为凭自己的表现 紧对着嘉奖三枪奖 必然要舍我其事 没想到局长却把奖项 颁给了他的同事 阿超不服找局长理论 局长表示有一个秘密任务 交给阿超 这次成功了就可以得到嘉奖 局长将任务写在了纸上 阿超定睛一看 了解了任务详情 准备出发 没想到阿超赶到任务地点 发现儿子被人绑架了 你看不是孤家寡人当超级英雄 就这点不好 原来幕后黑手居然是局长本人 而阿超的父亲当年也是被局长干掉的 局长得知阿超的超能力来自于蒸汽魔法 而蒸汽可以破解这个魔法 用魔法打败魔法 蒸汽打败蒸汽 逻辑完美必还 局长知道阿超屁股和脸互换了 于是照着屁股脸的位置 就是机枪 可哪知道阿超本来就没有超能力 蒸汽让屁股和脸又回到原位了 所以这几下只是打了他的屁股 并没有致命伤 阿超干掉了局长 救出了儿子 终于成为了像父亲一样的英雄 电演结束了 What the f**k 这部颜值杂货铺有些创意还不错 但是感觉只能支撑五分钟的短剧 撑不起一小时的电演 3.8的评分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欢迎大家看过之后告诉我